新派武俠小說中之王翼,圓環小說,陳秦記 由林敬波講,歡迎電台錄製 喂,強少,忘記了,想著去哪裡玩? 想著跟兒子去香港迪士尼玩 但想到要去排隊辦簽署就爛了 你不知道現在港澳通行證再次簽署可以去郵政局辦的嗎? 真的? 你只要攜帶港澳通行證,本人身份證元件和相片 到郵政局三十多個營業網點都可以辦理 搞定之後,郵政局還會以特快專递送到你家 那真是幾方便,讓我趕快去郵政局辦 詳細情形可以打11185咨詢 二月慶祝天下通訊五週年志明 七月份范麗林天下通訊無需消費 均可參加免費省外郵收獎活動 七月份就天下通訊扣手機的顧客可免費獲近二十個月花費 七月份推出第三代VIP會員卡為你開通五大六式通道 新辦VIP會員卡可獲近時尚禮品 天下通訊服務諮詢熱線84815819 84815819 你的開心天下關心天下通訊 積極捐款向災區獻外心 受今年第四號颱風比利斯及低壓槽影響 我省越北越東和珠三角大部分地區遭受超百年一余駕暴雨襲擊 災情嚴重 判於區委區政府要求社會各界積極響應省市委號召 擁若捐款向災區獻外心 幫助受災群眾早日渡過難關重建家園 捐款熱線84693123 84693123 84693123 84693412 84693412 對張全我真的一點信心都沒有 唉 我們始終都是一些女人 要應付那些像蝗蟲般令人覺得可怕的男人 我就只有靠你的了 杭少龍走走眉頭說 大小姐如果你能夠把解散歌舞團的事保持秘密 不是可以免去這些煩惱嗎 鳳飛露出的很傷感的神釋說 我是特意透露給一個很親近的人知道 但又令他以為還有其他人知道 好試探一下他對我的真誠 哼 現在終於搞清楚了 所以雖然身陷險境 我都是覺得值得的 哦 這個人 是不是二小姐呢 鳳飛點了點頭啊 沒錯 她一直都想取我之位而代之 在這個男人當權的情形之下 我們女子很難建立自己的試驗 這個歌舞團已經算是二數了 她一直都在我之下 當然想將我除去 那既然你準備退休 不如將這個歌舞團整個送給她 那就可以了 這個牽涉很多問題的 我答應過跟我的人 如果我一旦霸演 將歌舞團解散呢 就給每一個人一筆豐厚的遣散費 唉 大家都知道 這些東西是靠自己的美式技藝 沒辦法做得長的 有的錢 還不乘機引退嗎 所以董淑菲 她只能想辦法 在我正式宣布準備解散歌舞團之前 跟人合作 將我從這個歌舞團趕走 事實上你幫了我的大忙 使我可以趕走沙立 但現在我聽到消息 董淑貞她又拉攏張全 沈兄 那你應該明白我的處境 沆少龍這個時候有苦自己知道 唉 但又不能睜大眼說謊 她又怎麼忍心 這個才華橫逸適藝相傳的美女 被奸人所害 落有一個她根本不喜歡的人的魔爪之上呢 第一 鳳飛看到沆少龍也沒有拒絕 馬上就召集 各個歌舞姬和團內 好像張全這些管事級的人馬 當眾宣布破格提升沆少龍做正管事 負責團內的大小事務 這個消息 令董淑貞和張全他們覺得很惡然 但又不敢反對 首先恭喜她的雲良 還在耳朵邊說 這次你要好好多謝我 沆少龍知道雲良是鳳飛的心腹 她是暗中向鳳飛舉戰了自己的 唉 那自己真是多謝你好 因為不多謝你好 想起來真是哭笑不得 見過董淑貞和其他另外十一位的歌舞姬 人人人都是國色天鄉 人人都是國色天鄉 體態療人 不過 這班人大多數對鳳飛 還用自己的不以為然 所以對她的神態都不知道多麼冷淡 其中一個叫做足秀珍的 就更加面露不屑的神色 這個歌舞團 原來足足有成一百八十人 地位最高就是鳳飛 跟著就是那十二位的歌舞姬和樂師 分別是董淑貞和雲良率領 其他就有些婢女、木婦等等 除了樂師一小部分是男性之外 其他呢 清一色都是女兒家 其他男人呢 包括有家長、車夫、男寶 還有負責擔行你的腳夫 都有他這個大管事 和被稱為二管事的張全率領 此外呢 對外的事務聯絡 亦都是由他這個大管事分擔 至於家長、車夫呢 各有帶頭人 家長的領頭人呢 是張全的心腹噴山 而車夫呢 就是谷明 這兩個人 對他這個沈良呢 當時都懷恨在心 張全亦都對他恨得咬牙切齒 想起這幾隻東西 漢少龍只覺得頭大如斗 最糟的是 他馬上就要逃走了 但是 無端端肩頭就擔了這副責任 和鳳飛的期望 搞得自己進退兩難 不過 聖的聖的職也有好處的 就是張全呢 就調了另一隻船 坐回以前沙立的那個位 而他呢 也都有獨立的自己的一間房 當他剛剛來到這間房 收拾了行李的時候 雲良就已經敲門進來 擺明就說 要跟他移交職務 但是其實呢 就真的要向他這個 已經令雲良心神震動的男子 爽要報仇了 交代了一切之後 雲良就用他的箱 充滿挑逗性的眼光 大膽地看著他 好了 現在審管事 你要怎樣多謝人家呢 一看他這樣的眼光 唉 河小龍就覺得很熟悉 又好像見到朱姬 和莊夫人的眼神一樣 這些飽經男女之事的成熟女性 一旦對異聲動情 馬上呢 就是要追求肉體上的快樂 一點都不會轉彎抹角 因為 這個時候的女性 已經沒有了少男少女的幻想和憧憬 只是希望能夠收穫實質的快樂 其是男人的立場 河小龍本來 亦都不介意 和這個這麼豐韻迷人的成熟美女 來分場友誼賽 不過他真是自己知自己時樂 對於來自二十一世紀的她來說 畢竟感情和責任 她都是相當體重的 因為雲良畢竟不是那些明買明買的妓女 她對自己畢竟還是有些感情的 如果在自己快要透走的時候 和她有了肉體的關係 然後跟著就不顧而許 就算被她成功走掉 在將來未來的很長一段日子歲裡 她也會心裡一直都很不安樂下去 於是她馬上就拆開話題 笑著說 我當然心裡很感激 不過我還有一個問題 想請教雲大姐 說吧 只要人家知道 我就會告訴你 看她的神態語氣 擺明就是準備任君品償的姿態 河小龍的心更加頭痛 幾乎有些把持不定 暗暗地警告自己一番 然後才努力自己面容平靜下來說 我們這個歌舞團 有這麼多絕色的美女 當然會惹來很多狂風浪蝶 不過等閒人等 都不敢去惹鳳小姐 因為人人都知道她是不會陪客人的 不過如果有人看上了其他的歌機 那我怎麼辦呢 雲良立了兩眼就說 你說的事經常都有 不過我們這些小姐不是妓女 那些男人如果想親近她們 一定要下點功夫 例如請她們參加一下宴會 哄她們歡心 然後再想辦法試探她們的心意 這些事大小姐一向都不理 妳就更加不用管 那有沒有人中途離開歌舞團去嫁人呢 有 但是絕對不多 哼 妳以為嫁給那些公卿大臣有什麼好呢 未得手之前就當妳如珠如寶 一得手 就再也不看妳一眼的了 妳進了她家 還要跟其他的妻妾呢 一起在那裡爭 一起在那裡鬥 怎麼及得到歌舞團自由寫意呢 第二天賺夠錢了 回到鄉下嫁誰都可以 哼笑龍聽到一筆日點點頭 所謂一入喉門深似海 妳們懂得這樣想 真是非常聰明 雲娘聽到這句話 不敢雙眼一光 蛤? 一入喉門深似海 哎呀這句話真是夠精彩了 我回去要告訴小姐聽 她正在寫一首深歸怨婦的歌舞曲 說不定可以把這句詞加進去 項笑龍一聽 哎呀又知道自己不覺意之間 又被她盜用了前人的智慧 雲娘得進這句話 就更加興奮 對項笑龍呢 亦都更加著緊 走到她身邊 幾乎整天都貼在她身上 細細聲說 今次呀 小姐她的臨知 還有同其他 天下文明的兩大明基較量的意思 所以今次小姐都不知道多麼著緊 她不希望呢 在援工台和職下學工這兩場的歌舞 被蘭工門和石素芳呀 將她給下去呢 漢笑龍這樣才知道 這兩個和自己有個不同瓜葛的美女 亦都去臨知 哎呀 那自己真的要更加小心 蘭工門行刺過自己 而石素芳呢 亦都受過蒲哥的招請 蓄意要跟自己和路海之間製造敵意麻煩 兩個都見過自己 而且對自己也一定印象深刻 到時更加要小心應付 不過 即下學工這個名字 為什麼這麼熟悉呢 啊 沒錯沒錯 自己正是聽本宗邪幾鞭言 和善友都提過 這個即下學工 是齊國有名的一個學府 也是那個天下劍聖 和善友先生曹秋道的大本營 不過 緣工台就不知是什麼地方 於是順便請教雲良 雲良就說 緣工台又稱為環台 是齊國皇宮裡面 一座非常壯麗的大殿 當然呢 齊緣工最終在這裡 宴會賓客聚集貧神 所以 就以緣工為名 天下未來緣工台表演的歌機 就不算特別有身份 康笑龍聽到是不禁神往 齊國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超級大國 文化圓圓流腸 如果自己未去過 那就真可惜 不過可惜都要 現在命仔緊要 還哪有旅遊的閒情呢 雲良說 這次齊王出手都不知多麼大方 兩場歌舞 一共給了我們二百定黃金 到時 以為你去收錢 康笑龍聽到不敢嚇一跳 二百定黃金 在這個時代來說 真是一筆天文數字 齊人真是夠奢侈了 拿二百定黃金來欣賞一場歌舞 如果用這筆錢去裝備軍隊 足可以支付一對五百人的兵將 一年的響銀 雲良 雲良看見他 聽到整個人定型 但自己靠在他身邊 他一點反應都沒有 就有點生氣 說 人家什麼都告訴你 你為什麼 還不懂得多謝人家 說完之後 人家真是靠近來 雙手還輕輕地掐著 河少龍的腰 河少龍知道金湯的避無可避 唯有拋開一齊 準備好好享受這一番飛來艷福 正想將他擁入懷肚的時候 突然船身微微一震 整隻船慢了下來 兩個人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照船的行程 明早才可以到達澤城 為什麼現在反而停下來呢 在這個時候 河少龍和雲良乘機向前一望 見到前面有一隻大船 將他減慢船速 等他們的船隊形頭趕上 雲良這個時候 整個身都貼到他緊緊 也在他前邊張望 河少龍問 咦 這是誰的船呢 雲良仔細地看對方插在船尾的旗幟 忽然間一跳起來 離開了河少龍的懷抱說 哎呀 是譚先生來了啊 他坐的是韓國上大夫的船 河少龍見到他一說起這個譚先生 當堂整個人都不知道多麼興奮 這樣 估到這個譚先生和他呢 一定有非比尋常的關係了 當堂的心就有點酸療療了 哎 男人都是這樣的了 河少龍本來見到雲良這麼癡纏自己 心都不知道多麼煩惱的 但是現在 他見到好像有的情敵來了這樣 當堂的心就倒忌起來 他忍不住有些酸意地問 這個譚先生 是何方神聖呢 雲良這個時候歡喜到什麼 很卓弱的說 哎呀 你這樣都不知道啊 譚先生 是南梁君府弟裡面 最懂得詩詞音律的人 而且那個人是很有誠信的 他說會去林芝看我們 現在真的來了 哎呀我要回去告訴鳳姐先 說完之後 堂堂又不再理河少龍 另轉身就像船風一樣的出了去 河少龍看到這樣也只有苦笑 但同時 他心裡有些奇怪的感覺 因為南梁君 譚先生這個名字好像有點異熟 自己究竟哪個提起過呢 過了一陣 兩艘大船已經慢慢靠近 鳳飛顯然對這個譚先生也很重視 帶著一群歌姬來夾板 等著那個譚先生過來相見 顯然這個譚先生在他們的心目中有很重要的位置 那個雲良就更加和幾個歌姬不斷地向對方的船招手 過了一陣 河少龍看清楚了 對方靠著船的這邊 在船邊也站了十多個人 也都不斷揮手回應 大家的氣氛都不知道多麼熱烈 兩隻船越來越近 對面拋了一條繩過來 將兩隻船的距離固定 然後呢 拋了一塊搭板過來 接著 對方有幾個人呢 就在那隻船走著過來 河少龍定神看看 看看對面那幾個人的樣子 特別的譚先生是什麽人呢 怎知當他看清楚對方的面容的時候 不斷整身一枕 原來 在接下來的這幾個人之中 有他一位闊別多年的朋友 而那個人呢 一眼納到河少龍的時候 也整個人呆了呆 接著才整身的震一震 這個老朋友是誰呢 原來正是當年 在河少龍出事御集之後 就是炸死離開的蕭月潭 河少龍這樣才記起 自己後來跟徒先見面的時候 問起蕭月潭的行蹤 徒先告訴他 說蕭月潭呢 就在韓國的南良軍府弟之中做客卿 啊 原來是這樣 這樣 難怪自己聽到南良軍這個名字 覺得這麽異熟 不過 也不奇怪 這位化身譚先生的蕭月潭 本身他們很多才多藝 不怪得能夠駁得這麽多歌舞團的歌機歡心 噗一聲 兩隻船因為輕微的碰撞震一震 大家已經並拍而行 蕭月潭一馬當先 在踏板上面帶了幾個徐蟲一起走過來 他一走到來 那隻手先向漢小龍打掉眼色 然後 這樣才滿面笑容地來到鳳飛的身邊 說 去年一別 想不到過分整年才可以和你相見 鳳小姐的歌舞啊 哎呀我依然在夢境營繞 想不到今晚居然在河上相逢 譚某真要感激露天爺恩賜了 哦 鳳飛也說了幾個客套說 蕭月潭跟著打出手勢 叫他船上的手下收回承索跳板 這樣才帶著眾人和鳳飛進了船艙 漢小龍恨不得馬上和蕭月潭 詳細聊天 問他有什麽辦法 讓自己安然離開 但是 現在見到他也心中恩惠 蕭月潭這樣的架勢 在南梁君的虎弟之中一定是非常得意 如果不是 又怎麽可以坐上他的專用船席 來臨知看三大明基同場教藝這場盛事呢 本來 他還在妒忌這個譚先生 把雲良的心在自己身邊撕走的 但是現在這些妒忌心當然不翼而非 想不到 這個蕭月潭 在這樣的場合依然這麽風流 但不知道他除了雲良之外 還把那個歌姬搞了上手 漢小龍剛剛想走入柱倉 看看蕭月潭現在是怎麽風光發 怎麽知道在這陣子 有一個本來在那個歌姬 竹獸珍後邊的婢女走過來 很厭惡地對她說 小姐說這裏沒有你的事 管事去打點其他事情 漢小龍聽到無名火起 豈有此理 你真是把我當成奴才 他擔個頭向竹獸珍一望 見到她眼尾都不瞇自己 嘴角更加掛著那些土不死的神色 漢小龍把火更加大了 他喝一聲說 爛開 那個屁女一聽就發火了 向她一睛對眼 誰知見到漢小龍對眼 射出非常深寒的光芒 當堂嚇到花蓉失色 退開兩步 鳳飛見到她走進來 也覺得有點不對的身份 只是走走眉頭 不想在眾人面前失禮 就介紹她說 這位沈良是我們歌舞團的新任管事 快點來見個譚先生 各位 項小龍撞回蕭月譚 接下來又會發生什麼故事呢 明日再講